向来温顺乖巧的狗狗 却突然变得暴躁 狂飞不止 竟然是感应到了主人要出事 主人正在课堂上给学生们上课 他本想写本说 突然 学生们赶紧上前查看 并将教授送到了医务室 可不幸的是 还是来不及了 教授竟然就这样离开了 但是狗狗并不知道主人不在了 他依然和往常一样 在黄昏时分 来到车站等候教授 他等了很久 始终没有见到教授 所以只好回家看看 来到院子里 狗狗正好看到 一群人将教授的遗体送了回来 虽然他没法理解这件事 但他肯定感受到了主人的气味 于是 在出殡前一天晚上 狗狗竟然跑进了灵堂 大家见他并没有捣乱 就没有阻拦他 并且大家都知道 教授生前和狗狗之间的情谊特别深 接着狗狗来到主人灵位前 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让众人瞬间潸然泪下 第二天 大家送教授出遍 因为担心狗狗可能会来干扰 于是用链子把他拴在了院子里 可狗狗一直在用力挣脱 大家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灵车发动时 狗狗竟然拉断了链子 接着 他跳出炸了 来到道路上 追着灵车一路狂奔 教授妻子和女儿回头 透过车窗看到了狗狗 他们感到不可思议 狗狗跟随着灵车跑了一路 直到来到车站前面 他才停了下来 因为他的世界只有家里和车站 他不明白过了车站 教授要去哪里 将教授安葬后 妻子决定搬去和女儿同住 因为他觉得这房子 一个人住太大了 更重要的是 他怕待在这里 会经常想起自己丈夫 这样会让自己更加难过 于是他决定将房子卖了 并遣散了家里的佣人 而对于狗狗小巴 朋友本以为 女人会带着他一起离开 可女儿却表示 看到小巴 只会令他想起王父 所以女人决定 将小巴送到区县 一个亲戚家里寄养 小巴来到亲戚家里 他被静静地拴在屋外角落里 完全没有人像当初 教授那样关心他 遇到下雨了 甚至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 也难怪他会做出惊人的举动 当买主正在教授家里看房时 他们突然看到 小巴竟然回来了 买主由于怕狗 吓得躲到了门后 朋友也感到一脸震惊 因为他知道 小巴被女人送到了区县亲戚家 而从那里到这里 又差不多20公里远 小巴竟然跑回来了 买主听了朋友的解释 也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表示 如果狗狗经常来这里 他们是不会买房子的 于是小巴又被送回了亲戚家里 而亲戚竟然表示 小巴是一只蠢狗 他完全不听自己的话 只会转身哀嚎 还自己咬断绑绳绳逃跑 对此女人表示很抱歉 接着亲戚还是决定留下小巴 但也表示 他若在逃跑的话 那就算了 毫无疑问 小巴完全不想待在这里 于是他再一次逃跑了 小巴再次回到了原来的家 而此时房屋的新主人 正在将砍狗射得到的木头 躺柴烧 朋友担心 小巴被新屋主看到 那就麻烦了 于是将他抱到了门外 而就在这时 新屋主突然走了出来 朋友吓了一大跳 还好新屋主没有注意看门外 朋友担心 小巴会再次进来 于是慌忙跑了出去 小巴看到他出来了 赶紧转头就跑 朋友也马上追了上去 他本想抓住小巴 可跑着跑着 突然胸口不舒服 只好停了下来 他知道 小巴肯定还会再去以前的家 于是 晚上他又去门口查看 果然看到小巴 就在门口趴着 朋友感到很无奈 但他还是试图告诉小巴 他的主人死了 这房屋已经卖给了其他人 他知道 小巴没法理解他说的话 但考虑到新屋主讨厌狗 小巴继续在这里游荡 会有生命危险 于是 他决定将小巴领回自己家 本以为小巴总算找到了好的归宿 可竟然又发生了意外